來自台灣當代畫家 目前還是亞洲大學博士研究生的顏問朔 帶來了作品 在紐約舉辦首度的個人西畫展 也展出它主題叫做切副 他表示希望透過系列的創作 表達對生命誕生的觀察跟意義 這是我第一次來紐約舉辦各展 覺得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幸運 這一次的作品裡面呢 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除了壓克力做拼貼 有花的意義裡面 花的造型裡面代表了女性 以及我孕育新的生命的花的意思之外 另外就是延續這種切副的一個聯想 好像會有血色的一個淋漓的印象 但是我喜歡傳達的是一個新的生命的開展 這位有著一雙大眼長相甜美的顏文碩 他說很高興能夠來到紐約 做海外展出的處女秀 這期待呢跟紐約地區藝術家交流取經 啟發更多的創作視野和靈感 他也表示了過去各展都以台灣為主 這次來到美國 希望他的創作系列能夠引起美國藝術界的共鳴 展出地點就在法拉盛皇室一郎 一直展出到28號結束 也歡迎喜歡西瓜的民眾能夠多多來觀賞